行會認為支聯會綱領結束一黨專政 旨在顛覆國家政權 引用條例剔除他的公司登記 行會成員湯家驊說 這個決定不會針對市民 不會影響市民動念六四 或者叫相關口號 我剛才也解釋過不是 大家不要混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這條條例針對社團和公司 不是針對個人 也不是針對一個口號 而是針對一個社團和公司的運作 會不會影響到國家安全 所以和一般市民日常的生活 甚至乎參加六四悼念的活動 甚至乎在活動的時間說些甚麼 都不受這條條法例所規範